靠近中巴 印军部署有120枚普拉雷导弹 意图改变边境局势 大家好 我是小一华 中印刚举行完军长级会谈并达成相应的共识 印度在边境又有了新的动作 表面上看是在威射中国 其实印度还是想要收割利益 不久之前 中印边境再次发生冲突 在这次冲突中不出意外 印度再一次落荒而逃 但令外界尤其是美国失望的是 在冲突发生后 印度政府不仅选择了低调处理 而且中印双方还举行了第17次军长级会谈 并达成重要共识 就在所有人都因为印度选择西士宁人的态度的时候 印度却又依反常态 在中印边境又做起了大的文章 根据媒体公布的消息 印度即将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区域部署大约120枚普拉雷弹道导弹 据悉这种导弹是印度国产能够打击150至5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印度军方的部署能改变中印边境的局势吗 表面上看 印度在中印边境部署导弹 就是为了缩小中印边境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 给中方以威慑 但是印度忘了 中印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 并不是这100多枚弹道导弹就能改变的 在印度部署导弹一年以来 中国在该地区就部署了PLC191型远程火箭炮 该火箭炮发射车可以发射火箭弹以及战术单刀导弹 射程能够达到350公里到500公里 如果印度想要在边界地区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 中国可以在中印边境部署数倍于进军的打击火力 要知道中印边境距离印度首都 新德里最近也不过300公里 一旦中印双方边境交火 中国可以随时对新德里进行打击 直到印度的老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印度部署弹道导弹对边界部署并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 印度的行动 罪翁之意不在酒 那么印度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为了平息国内舆论压力 刚才提到中印边境信论冲突中 印方再一次落魂而逃 虽然印度政府选择了降温处理 但印度的一部分国内舆论媒体并没有与政府保持一致 在他们批评莫迪政府的同时 又开始督促莫迪政府向美国看齐 并积极投身四方对话机制 在这个时候莫迪政府必须要用实际行动来安抚这些媒体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印度这次部署弹道导弹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压力 为印度政府减压 另一方面 故技重施收割利益 大家都知道在乌克兰战事中 印度利用中立的立场 一方面从俄罗斯大量进口打折的能源 另一方面接受美国的各种馈赠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 美国同样也要拉拢印度来一起对付中国 这次印度便可以故技重施 中印边境冲突给了美国拉拢印度的机会 现在印度用实际行动向美国表态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美国将会与印度商谈合作 以及联合军演示意 但最终能否拉拢印度围堵中国 恐怕连美国自己都不知道 毕竟印度力求实现的亚洲世纪 还需要中国的帮忙 总之中美印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中国一方 从印度自身的大国梦出发来看 美国想要拉动印度唯独中国 很可能最终自己变成原大头 印度也要明白 无论它的算盘打得有多么的精 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关问题的时候 中国是一点亏都不能吃 如果印度想要借中印边境问题 一方面收割美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又和中国 讨价还价的话 那么最终只会大失所望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